一般台人的观念里头 不管是扭伤 铁打水伤 或是筋骨专动 都被建议不要吃香蕉 不过在我个人人生经验里头 因为过去我是舞蹈员 我每天要接受六到八个小时的舞蹈训练 所以抽筋 它常会发生 但只要我一抽筋 我的外国老师就叫我多吃香蕉 这个让我很困惑 应不应该吃香蕉 就在几次实验新的吃香蕉行为之后 我发现症状有缩缓 所以我决定吃香蕉 但要不要吃香蕉 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因缘而已 不过真正的重点是 到底要怎么样腾吃到 真正健康美味营养的香蕉 现在要带你们去看的不是香蕉 而是营养价值旗鼓相当的芭蕉 现在我们来看看 台湾阿甘的芭蕉故事 该文聪正准备采收芭蕉 他说在早年台湾以出口香蕉 赚取丰厚外汇的民国武林年代 胶农身上的香蕉汁 可是身份的象征 你一个人就 你整厨区的山口 如果买多香蕉 你就表示说你 煮香蕉 煮乱多 那个时候 五六零年代 香蕉是一个 很大众的祖母 所以煮乱多 就是收你 不好了 今年五十二岁的甘文聪 从事有机农业 已经迈入第八年了 在这之前 他所从事的工作和务农 有着一百八十度的不同 我高中毕业后 离开高峰 但是我本身到台湾 我台湾人嘛 去外面拓台后 就到达都会去 因为我基本上是经济比较 大学经济师毕业嘛 所以一直从世界金融 证券、期货、债券、股票 都有啦 大概二十年有啦 为了让自己跳脱出 虚无的数字游戏 甘文聪选择返回 南部的故乡重新出发 这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让他踏入了有机原地 他就是这么说 刚才去大骨 我们一天看到 都是那个受鱼的跳动 当然了 受鱼的跳动 我们的背后也是这个压力也很重啊 所以经过二十年我最过了啦 就是我 我不敢说我有赚多少钱啦 不然就就 呃 人生不是这样而已啦 我然有一次上网 看到什么有机蔬菜去世衣啊 我说我不在世衣 背后隐含什么东西 我都试着去了解 所以就算一头再进了这个行业啊 寻试着园区对于农物 甘文聪早就得心应手 他告诉我们 芭蕉不能让它长得太密 否则会影响生长 他有一个河槌 他从侧芽出来 我们两个来说 从侧芽出来 我这棺菜收开了 这棺我就刮掉了嘛 就没有了嘛 这棺子都是从侧芽出来 在八九个月十个月以后 这棺子就导得很大棺 就导得一瓶香蕉出来 所以一直要经历啦 所谓经历就是说 一部这个区块里面 只有我做法都有一些四张香蕉 一张大张的 当时一张中的 一张年轻的 还有一张侧芽 所以我如果这些都会打掉 打掉到老村一张就好 晓得啦 老中青啦 这些都大概四张就可以了 不然你比分 吃不下 不够能吃 至于辨别芭蕉成熟与否 也是有技巧的 看一看头前 这个有够芭蕉 有够芭蕉 有够芭蕉 看前面 芭蕉的地方 不可以最芭蕉 这是第一点 然后 如果 你也是环米那个地方 环米秋 头前跟芭蕉的 都比较成熟 第二个很重要 是这个链角 这个链角了 出来 也有够伸伸伸伸 你如果说有够成熟 成熟有够的 这已经是有点圆滚滚了 此外 芭蕉的冰虫害问题 则是令蛟农们最伤脑筋的 在有机的领域 多年下来 甘文聪 对于有机农业 有着深刻的体悟 他认为有机的天地里 其实是人与人 良性互动的好场域 所以我就是认为 有机这两个字 应该是 到最后是延伸到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系 因为 因为 我们 尽管的地方 是 为了 对这个环境好 所以我们爱秀这个环境 我们爱秀这个作物 所以我们 定秀这个万寿万物 我们定秀很多东西 甚至我们定秀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 尤其属性应该是 说 缩短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的甘文聪 除了是一位有机农民 他更投入行销的领域 因为他要帮辛勤的有机农友们 拓展通路 因为我 在这个行销 有很多生産家 他们这些黑衣産 这些黑衣産 他们的争産 都给我的银很好的 不然很可笑 都没得出来 不然我们多少去 这些農友 農産品 和顺利 给这些消费者的位 没得到我任命 整个 整个 我对幼稚这个组容 整个越大 我这八年来 我对这个 有机这两个字的体认 开始实在有 既就 这八年来 我心情的欣赏 还是组容 比这二十人 比近前二十人 继续多一多 这是一定的 从高文聪的身上 我们看到 对的事情 只要做 就对了 祝福他 此后笑容满满 浮云广直 大家刚才说 为何说到 官庙你就会想到 凤梨 提浪麻豆 就想到文旦 想到奇山 就想到香蕉 他相信 世帝世众 是天梯间唯一 不变的真理 但是我们老祖先 也这么认为的吗 现在我来看看 老祖先的智慧 其实很早以前 芭蕉是我们 非常古老的植物之一 其实在庄子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有这样子的记载 那它为什么叫芭蕉 其实芭蕉 芭蕉就是干的意思 就是说它的外皮 是干燥的 那蕉是甜的意思 那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 才会有香蕉 或是芭蕉 这样子的名称 那之前都是用 大蕉这个名字这样子 那芭蕉的话 它一般来讲 就是对于我们的 就是润肺润肠 生经止渴 那但是它的性 比较寒一点 所以说如果说 你就是容易腹泻的人 就比较不适合 这样子的食物 一般来讲 就是以芭蕉 来讲的话 我们就还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它的大肠 它大肠火重不重 什么叫大肠火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它可能排便有困难 之外就是 不论它喝多少的水 它是无测的情形 都不是这么的完善 除此之外 就是说它的口腔 就是口舌干燥 那它常常 我们摸它的身体的时候 都会觉得它体温比较高 那我们这样讲说 这种人就是大肠火比较重 那大肠火还有比较重的人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它会觉得它嘴巴 会觉得有种灼热的感觉 那这个灼热可能 也许不是说你含冰块 或是喝水就可以缓解的 那这个人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适合 芭蕉这样子的东西 一般来讲 芭蕉的话就是直接生吃就可以 在古代的话就是芭蕉的花 芭蕉的叶子 还有芭蕉的根 都会入药用 那因为现在就是 那个添加物和一些农药 比较严重 所以说可能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就比较少在应用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皮虚的人比较不适合 用香蕉或芭蕉 这种东西来做进补 那在食用的方面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你吃到我们说重病极致 像这种比较含量的 含量一点点的药物 或是食物 就是说什么叫重病 就是说病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吃了这样子 那如果说最近一阵子就是说 可能在排便乳次上面 比较困难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用来再来吃 但是记得就是 只要是说 你乳次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最好就不要再吃了 从我们中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香蕉跟芭蕉 他们营养成分 是旗鼓相当的高 但是香蕉呢 它性属寒 若你有肠胃道不是 是不太建议吃多 为什么 因为它很容易腹泻 可是芭蕉它呢 就比较属于中性的 所以老人呢 我们就会建议呢 吃芭蕉 那像 芭蕉这样的水果 要怎么做料理 我们还是要有请 阿祖师 阿祖师 欢迎你 今天不要跟我说 是要做香蕉派吧 今天不是做 今天一来不做 排二来不用香蕉 哦 对 芭蕉 谈到芭蕉 这让我非常惊讶 坦白说 我看到芭蕉 大概都比萌组再大一点 这是今天蛮特别的一个芭蕉 你看的都这么大吗 我看的都很大 真的 我看的东西都比较大一点 那今天怎么做 其实芭蕉跟香蕉 居然 居然跟你讲的 它的 营养成分差不多 可是 芭蕉都比较贵 而且我个人爱芭蕉 也剩余香蕉 因为它 那个味道 它的口感 它的味道 比较 它带一个酸味 酸酸的 对 比较fresh 不像香蕉吃起来这样子 太甜 对 那 我们今天要做的 其实 跟香蕉有点像 但是我们再加一点其他的料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成 芭蕉蛋糕 芭蕉蛋糕 但是呢我们把香草加进去 好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芭蕉把它切开 哇 芭蕉真的是有个香气 对对对 好 然后呢我想要弄奶油跟香草去煎它 所以呢 我先 放一点奶油倒进去 其实在西式料理里头 一加注是它都用奶油比较多 是什么 奶油的 它跟这些东西 它会有特别的味道 特别的感觉 很饱满的感觉 对 那香草呢 我们要的是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 看起来像芝麻的东西 对 所以呢我们把它 刮起来 对对对 那我们用刀背把它刮起来 就会像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去 OK 另外一个意思 需要倒整根了 哦 用越多越好 嘟嘟益晒 好 这个 我们可以 这个剩下的 剩下的这个 皮呢 我们可以拿来做装饰 好 那我把这个胶呢 稍微把它切成四份 对 今天我们要做成蛋糕 对对 那如果把它打成泥可以吗 好 打成泥是等一下的事情 这个东西 我要把它放在中间 让我们吃的时候 同时会有蛋糕的口感 跟芭蕉的口感 那这个呢 也是稍微把它煎一煎 让它上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不需要把它煎熟 完全不需要 我们希望 我希望它能… 这个上色但是有没有跟 一般你在做这些水果料理 你把它做提味 有 绝对有 就是加热一定就是 对对对对 煎过一定有提味 然后加上我们又加了香草 好 所以稍微把它煎一煎 能够上色就可以了 好 这个煎过的香蕉看起来非常特别 没错 其实香蕉拿来烤也非常好吃 好 剩下的芭蕉我要全部都切成丁 切成丁 对是的 我看你挑这个芭蕉是比较… 还没那么熟的对不对 对其实没有那么… 你可以用很熟的也可以用不熟 但是不熟的稍微有点清的其实 就是它是… 对 我要它的酸味 我希望它吃起来有带有酸性 不要很… 不要很死甜 嗯 好 那麻烦 你把这个… 真的比较酸 一定会比较酸 嗯 好 好 然后我们的香蕉放到里面去 因为香蕉本身那边呢… 据说啦 非洲的那些… 呃… 饥饿的鸡民 它们一天… 小朋友那一天有份香蕉大概三百卡 它就有什么要生命 好 打了… 变成泥之后呢 我们把糖加进去 蛋糕现在做成银的吗 哎… 基本上大部分是… 少数… 你有没有试过把它做成银的口感 这个吗 嗯… 倒没有… 倒没有… 哈哈哈 但是说到盐 其实我们会在它的馅料里面 加一点盐巴 对 蹄味 蹄味 完全是为了蹄味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盐巴下去 好 打成银就可以了 是 好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 好 大家看见过的香蕉 如果你不仔细看它现在上色 其实看起来像角白色 欸… 真的很像 我们喜欢焦焦的 这样子其实… 嗯… 为什么我们是喜欢焦的这种东西 就是烤得上… 金黄金黄呢 因为其实你很多成分会重组 很多食物的成分会重组 重组之后 它的味道会更多 吃起来会比原来的更好吃 然后呢 这儿有面粉 是 打倒进来 好 现在做面皮吧 我们要把它一起混合了 混合 然后呢 这边有泡打粉 就是我们的烘肥用的 Baking Powder 它做什么用 它会让它蓬松 会有孔隙 蛋糕里面会有孔隙 对 好 我们把它混合 OK 混合之后呢 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 你是要跟这个香蕉一起配 对 我们要把面皮一起混合起来 它不用再加水了 不用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以为是把面粉倒进去了 没有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把它混合 那比例呢 就是 我们刚刚用了三根大的芭蕉嘛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面粉放多少 我们这边的面粉大概是200多克 对对 这个不用了 那个不用了 谢谢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两个蛋 把蛋打进来 搅进去 那记得喔 蛋不要放在刚才的搅拌机里面搅拌 你会 它会产生一点油水分离的状况 你会看到那个 整个不像泥状 会有点 像是蛋花一样 OK 即使 当然变成那个样子没关系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加才对 就是先 我们要先把香蕉打成香蕉的泥 对 香蕉跟奶油混合 跟奶油混合 打完之后呢 再把它放 跟面粉一起 对 混合 混合的时候 在搅拌之前 再打蛋 打蛋夾进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面粉其实如果 就说我们在做这种蛋糕类的东西 你只要用它面粉 最好都要先过筛 过筛让它 就是 让它更平均 因为面粉啊 泡打粉可能会结块 那你如果有过过筛 它会比较 比较细致 不会有结块的状况 基本上把它拌完之后 这样就可以 其实 说老实话 这样子就非常好吃 非常注意 你看 拌完之后 大概要 这样的状态 你看 你说这样就很好吃 这跟面粉是生的怎么吃 面粉是 生的也可以吃 你可以偷吃看看 你为什么每次都叫我偷吃呢 我光明正大声 两台机器在这儿 我怎么偷吃 其实味道就已经很浓郁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以当果酱啊 这还是烤一下 比较好 对对对 少吃可以多吃不行 对 那如果我要做成香蕉的果酱 其实我不要放面粉就可以吃了 对 如果你是香蕉果酱的主播 对 要加糖 要加香蕉 再去煮 要打成米再下去煮 对 好 我们拿出我们的模子 好 先填一些进去 那当然如果今天的模子是 我们今天这个模子是 铁芙蓉的 它表面有成铁芙蓉 它会不沾 对 所以你可以直接就加 如果你今天呢 是用这种一般的白铁 你最好里面还是要 浮一层的奶油 再放再铺一层的这个 面粉 这样子呢 它才不会沾黏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先用这一个就可以了 我从中吃一口到现在嘴巴还是这个 芭蕉的味道 芭蕉没有 还有一点点奶油的味道 好 好 我们先填一些进去 然后呢把它放平 好 然后把它切平 它这个大概要烤多久 大概烤3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了 又是180度 差不多 对 好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已经煎好了 铺上去 对 打在中间 对 两边 这样你摆一个 不是你想要怎么摆都可以 你想要这样摆也可以 其实怎么摆应该也看不到吧 切开你就看到它的切 OKOK 所以还是有视觉上的 是的 稍微把它压下去 好 然后呢 剩下的 在这边上去 对 如果喜欢吃香蕉 芭蕉 喜欢口感更多的 就可以多摆两条 对 吃起来会比较硬吧 还好还好 其实没有问题 对 然后我们填进这个膜的时候 注意就是不要填到全满 顶多就是三分之二就够了 因为它会膨胀 对 它会膨胀 好 如果你今天填到全满 你就会发现烤的过程中 它会溢出来 好 好 那表面好不好看也都没关系 我们也是要稍微把它整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烤完之后 它再烤的过程中 它会再平均吗 对 它会再平均 好 摆上来 来 先摆一根 对 无您所愿 是 这才可以吃到更多的芭蕉 没问题 这么营养应该多吃一点 当然 你这样子摆了以后 我们下面还要再铺一层 不然它会直接烤到它 哦 会焦掉的 对 像我们OK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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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薄的一层 接下动作让我来 我知道了 好 你就把它全部铺平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就好了 这样 摆一摆 摆一摆 有架势了 看 又出塞了 180度 而且要先 预热好 预热好 大概30到40分钟 你就会把它慢慢的烹起来 表面到金黄 就好了 OK 开发 和我 就是烤好 而且已经冷却了 对 大家要注意不要烤太久 本来这么长一烤完就收拾 哈哈哈哈 你觉得吃一招 没有 这种蛋糕 其实 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常温蛋糕 常温蛋糕 对 法文叫做 其实就是 旅行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种蛋糕 你烤好 烤好之后 你可以在常温之下 保存大概一个礼拜 所以你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就是 你也不用 有冰箱 你就把它装好 带出去 要吃的时候 解开就可以吃了 那 比如说 可以摆一个礼拜 那是应该在 欧洲 或是 它们比较干燥吧 在台湾这么潮湿可能 其实还OK 还是OK 你只要不要太潮湿 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吃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用 冰箱的 冰箱就可以了 现在这一道呢 叫做 香草芭蕉蛋糕 对不对 对 没错 用背的都好 看似简单 但是里头第一 巧妙之处 这个蛋糕就是 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因为烤起来它一定会 表面一定会上面 叫破胎 但是吃起来非常好吃 而且最好吃的时候是 烤好之后 放了两三天 之后才会最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 只有它大概八成 放两三天就要够定 不用 就是常温 你头去膜包好 放在常温 你不要被蚂蚁偷吃了 你不要被蟑螂偷吃了 嗯 两三天之后它会非常好吃 所有的甜味 水果的香气 都会全部的释放出来 对 为什么这么像 因为我们 我们打了一堆的巴结味 对对 我们本下的够重 对对对 既然叫香蕉蛋 巴椒蛋糕 巴椒叫过多 一拉出来出来 哇 这是烤锅的巴椒 不是很甜 但是味道可以拉很远 是 对 味道可以拉到很远 这句话你没听过吧 这是文言才是说的说 拿毛笔来 不是很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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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